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非常的强 也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我身边也确实有好多小伙伴在玩 然后我也就被拉进坑了 然后一入坑就无法自拔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自己独创的卡组 因为这个卡组我确实在天梯上面也没碰到过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在看直播的时候也没看到过一模一样的卡组 那我们今天带来这套卡组是一个毒药矿工流 毒药矿工流 那现在毒药一般主流的搭配一般都是和石头人 要么是跟猪一般都是这么一个搭配 那今天我们搭配的是一个矿工 那我知道肯定很多看我刀塔视频 或者说看我录制视频的观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过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真的挺好玩的 说不定你看到我视频也就跟着入坑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的话也不是非常新手向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分数段是一个2600分到2700分 已经离传奇分段就差那么一丁点了 如果假说可能很多新的玩家可能喜欢看一些更低分数段 或者更入门向的 我之后假说第一期视频反响还可以的话 或者说确实我的粉丝当中很多人也同样在玩皇室战争的话 那我之后可以带来一些更加入门向的一些视频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卡组 那今天我们的卡组核心当然是矿工 那矿工这个牌说实在并不是非常新手友好 因为它是一个稀有程度是属于传奇的 传奇卡牌 那传奇有多稀有呢 那我这边就拿卢士做个比方吧 他这个出传奇的概率 跟卢士传说里面出金色传说的概率 我感觉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边能抽到呢 这个传奇确实相当的不容易 那假如说你有矿工的话就可以借鉴一下 我今天的这道卡组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道卡组重点的一个思路呢 是什么一个思路呢 当然是矿工去断后 然后正常情况下 对面肯定会放一个小的随从 在你矿工的旁边来解你 那这个时候你放一个毒药 这个时候就可以既解掉对面的小的随从 又可以对对面塔造成伤害 这样子经过矿工跟毒药的反复磨塔 一般你是可以把这个对面的一座塔给磨掉的 所以说一般矿工套都是为了打一个一星啊 不是打三星的 基本上就是打一星 而且特别像高分段里面 我们现在越来越追求的是一星啊 不是打三星啊 打三星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那我们今天啊 第一把对面是一个石头人啊 石头人流的 那打这种特别笨拙的这种随从 我们就要做到好好拉扯他 让他在我们的领地里面走来走去 但是啊 我这边的加农炮是没有拉扯到啊 这实在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这样子我的公主塔就卖掉了大概三四百的生命 不过没有关系啊 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 对面左方的公主塔生命已经不多了 而且我手上毒药已经就去 那我现在一个毒药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磨掉对面公主塔两百点的生命 所以说我现在只要一个毒药加上一个小店 就可以把对面的公主塔直接给拆掉了 那也就轻松的获得了第一把胜利 那这边是拿了一个一星啊 那也说过我们这个卡组的话 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拿一星而存在的卡组 我们是来到了第二场 我们叫卡组叫做矿工毒药了 当然矿工跟毒药是这套卡组的一个核心 那除了矿工跟毒药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套卡组里面 其他的卡是怎么一个作用 首先排击炮啊 这个排击炮当然主要就是克制猪啊 和皇家鞠啊 现在天梯的两大毒瘤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皇家鞠果断是来了 排击炮赶紧拉一下 那你看我们这个排击炮还是单挑不过这个皇家鞠的 我们的塔还是得掉点血 那这里的话我也就不继续下随从了 是为了多赚点费用 那这边排击炮主要就是为了应对啊 猪跟皇家鞠 那还有一个皮卡 那皮卡的话呢 在这套卡组里面主要有两个作用啊 第一个它是为了解皇家鞠跟猪啊 因为它解皇家鞠跟猪特别有效 第二个的话就是配合矿工打一波啊 让矿工去吸引塔的一个仇恨 然后让皮卡到公主塔下啊 因为皮卡的话攻击力非常高 一般一刀能砍出三百点啊四百点的伤害 那后面下面有个远程的绿皮 那这个首先是为了过牌 第二个就是为拉扯啊 这是一切小随从应该做的事情 那第六个啊小店啊小店不用说了 那首先它是有个打断的功能 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个它就是可以解掉啊 苍蝇啊苍蝇海 那第七个啊采集器 那采集器也是为了我们的一个费用的一个供给啊 那这边是对面来的苍蝇 我们直接小店垫一下 那小店垫一下 然后控制塔一刀一个 让我们攻击塔就是一个无伤的状态 那采集器那第一个就是一个为了后期节奏会非常的快 第二个的话也是有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拉扯的工具 那第八个的话呢是一个火枪手 那火枪手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百搭啊 首先的话它可以单截很多很多很多的牌啊 比如说可以单截飞龙啊 再比如说可以单截啊热气球啊等等等等的啊 再比如说像火枪战这种位置的话 基本上可以换掉一组黄毛啊 那我们这卡组就是这么一个构成 那我们这边啊已经是比赛过半 已经到了一个双倍的时间 我们这边的啊 矿工继续继续磨他的血啊 对面也是确实非常无奈的 我矿工就是他肯定得交张解拍 然后就得吃我一发毒药啊 然后他皇家居是来了皮卡赶紧顶上 但是我们有迫击炮 不过问题不是特别大 我们赶紧来一发小店 皮卡把皇家居给解了 然后小随从稍微拉扯一下 然后底线有个火枪 应该可以把他们全部解干净 那这一路的话 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这里矿工继续挖 然后这个时候 迫击炮正好可以拉下对面的猪 对面是果断拿了个女武神来防我们的矿工 然后继续给一发毒药 继续的不停的消耗他右路的一个公主塔 那对面右路公主塔 不知不觉也只有剩下了800点的生命 然后这边他又是裸下了一个皇家居 我们赶紧小天给一发 然后绿皮来一发 赶紧把他的苍蝇给解了 苍蝇不解掉的话 这个输出还是非常爆炸的 那现在的话 场面还是稍微有那么点扑朔迷离 但是我依旧要坚持不懈的消耗下他右路的塔 这边左边继续排击宝拉一下 独角法术 这边可以先留一留 看看左路会不会有危险 我现在采取器的话是得前置了 来防一下对面猪或者皇家居之类的 然后绿皮解下他的女武神 他一发火球直接砸我的公主塔 我现在有点危险啊 左路公主塔只剩下99点生命 就差一炮 然后我右路的话也是同时开始进攻了 不过这边还好有一个前置的采集器 帮我挡了一刀就差这一刀 我也是获得了一个险胜 不过从刚刚也可以看到 矿工加上皮卡的组合是相当恐怖的 因为矿工的话本身是非常肉的 他至少可以顶公主塔 我感觉至少十几下的伤害是可以挡的 假如说皮卡砍出个一刀 其实说皮卡就不亏了 刚刚也可以看到 我当我公主塔只剩下99点生命的时候 对面公主塔还剩下400多元生命 但是他并没有东西来拉扯一下 我皮卡的一个伤害 所以说被我给翻盘了 好的那我们进入第三场 那第三场的话 对面起手就是来了一个三个火枪 不过还好我有毒药 对面三个火枪加上狂暴 只是摸了我一下而已 那这把的话 我们主要的一个心态就是球瓶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对面的一个等级 对面是个十级 我是一个八级 对面的卡住等级是非常碾压我的 那是别说到卡住等级的话 皇室战争这个游戏 我觉得可能跟别的游戏点不同 首先假如说你觉得你分数如果非常低的话 千万不要气馁 有时候并不是你水平的问题 可能只是因为你卡住等级不太够而已 所以说其实在皇室战争里面 各个分段可能都有大神 当你处于一个分数段 经常能碰到比自己 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卡住等级都要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刻意发金了 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不过当你如果能够经常以一个非常低的卡住打赢一个比你高等级的卡住 这个就说明你的水平已经到家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就像这局对面卡住等级是全面碾压我的 对面的子卡已经是一个四级的四级这个女巫 而且还有一个十级的弓箭手 对面这个卡住等级碾压是有点厉害 而且假如说真的被他打出一个三个火枪加上狂暴一波 那我基本上是两座塔都直接要掉光的 那经过前期这个兑换的话 我是赚了两个采集器 而且在血量上面我还是有优势的 皮卡前置下把他的火枪给砍了 他是后面跟了一个女巫直接放一发毒药 那毒药的话可以克制一下女巫的一个小骷髅召唤 而且经过这一波的兑换之后发现 打一个十九不仅没有烈士 居然还有那么一点小优势 对面走路的工具塔居然只剩下了九十点血 然后从这里又可以感觉到 我们这边卡住的一个差距 对面一发火球 直接是把我的火枪手给砸没了 那这里是来了一发狂暴 那这边赶紧要断一手 毒药加上一个小垫 把他三个火枪给解了 后面又是跟上一个弓箭手 这弓箭手估计也打不出几下 然后我这里来一发矿工 就可以把他走路公主塔给偷掉了 现在还剩下十六秒 我还是非常有机会获得胜利的 我走路公主塔还有三百 好吧好吧好吧 这边要强行被拖入一个加速赛了 没想到他还留了一个大导弹 那我们这边的话只能继续进攻 这边毒药已经准备救去 他一下这个女巫的话 我就直接下一个毒药 不用做做 毒药对女巫的克制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这边直接是把对面的女巫给解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要怎么进攻呢 现在我手上牌都不太好出 没什么可以配合进攻的牌 那我先矿工直接挖过去 过去继续耗血打一个传统的一套 就是矿工然后皮卡 再加上一个绿皮 然后对面是底线下了一个三个火枪手 那我这边赶紧把输出击打出来 把他的三个火枪手扼杀在萌尾牙之中 这边干的非常漂亮 直接三个火枪手是一点伤害都没有打出来 就直接是死在了他的公主塔旁边 这里又是一发火球把我的火枪给砸死了 那这把的话现在15秒 感觉这把是要平了 不过其实我感觉如果打下去的话 我感觉我能赢啊 说实在我真的有这么种感觉 我感觉我能赢 虽然说卡组被碾压了 但是并没有打得出烈士的感觉 反而是稍微有那么点我碾压他的感觉 好吧好吧 那这把的话是如愿以偿拿了一个平手 那假如说我们卡组等级一样的话 我是一定能够获胜的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把 那这把的话起手有采集器 那就先放采集器 但是放采集器不要特别急 稍微等费用高点再放 万一对面组织一波进攻 你必须有一个防守的姿势 对面是中间放了一个巨人 那后面肯定还要跟东西 那我们先伺机看一下 先放加农炮可以拉扯一下 然后放一个小店 那这个是老年小店 没有留了一个小绿皮没垫死 那后面他又跟了一匹黄毛 那么没办法 我这一波毒钥匙得交掉了 否则的话我公主塔会特别伤 那他这一波进攻的话是交了12费 我防守的话是交了11费 赚了一费 然后我还下了一个采集器 那现在对面的话费用是肯定比我高的 那估计比我高一到两点 那他估计也在等一个费用满 那我现在手里的牌相当于是一个进攻的姿势啊 有矿工有火枪 那我这边可以先底线放一个火枪 然后看一下情况 最好是找到了毒药之后再进攻 这样子我们的攻势比较猛一点 他是底线下了一个巨人 那我这样子肯定不能把矿工直接交过去 因为矿工的话肯定会把仇恨定在巨人身上 那这样子我就血亏 他是下了一个猪 那我这边准备拉一波仇恨 而且我下一张就是毒药 那我这毒药是肯定要交的 他最好后面再跟点东西 那他不跟的话呢也没有关系 那他这一波的话应该是基本上打不出什么输出的 我后面还跟一个皮卡 这边有个减速的效果 他这一波全都扔掉之后没有打出任何伤害 反而我可以反打一波 那这一波反打的话肯定是非常凶的 因为他应该已经是没有废了 哦他这边还是有废 下了一个黄毛加上一个绿皮 不过这一波的话我还是赚很大的 因为我的皮卡是砍出一刀 我现在对面一坨兵过来 我可以直接给一发小电 这个超级小电 直接是电到了对面所有的部队 然后一个堵门的排击炮 把这个猪给拦住了 那这一波的防守非常的完美 是把对面的攻势完全给瓦解了 他对面气势汹汹过来 结果一点伤害都没打出来 然后我这边还可以反打一波 我这边可以交一个小毒药 这边又是把对面的一个三费给无伤的解掉 然后他是下了一个巨人 我现在没有排击炮 那我只能先拿东西稍微去挡一挡 然后下一个排击炮 但是没有什么作用 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作用的 虽然说不能分担伤害 但是至少能打出一点输出 那他这一波的话 我打我稍微有点小伤 不过 与此同时 对面的攻击塔血已经非常少了 而我手上还有一个毒药 不过这个毒药感觉不能用来进攻 得用来防守 他对面后面的小怪太多了 我得把它解掉 那从手牌上可以看 我下张就是矿工了 然后他是交了一个火球 我的攻击塔还剩下150血 他必须再交一个火球才能解掉我 那我这边先钳这个排击炮 防止他跳猪 然后一个矿工挖过去 还有一个小垫在手上 对面基本上已经积极了 好的 那也是在即将进入加持阶段的时候 我们是把对面的攻击塔给拿了 也是拿下了这一局的一个胜利 那刚刚这把的话 对面其实是一个火猪套的一个变种啊 带巨人的火猪套 好那这把的话 我们是碰到了一个2700分的 那我们也是随着分数上去之后 碰到的分数段越来越高了 那我们起手是有矿工加上一个皮卡的一个组合 但是感觉啥都不好放 实在什么东西都不能放的时候 就随便扔个矿工过去耗个血 他是底线上了一个狐哥兵法 我这边交个小店 让我的矿工尽量多耗点血 然后下一个采集器 狐哥这个东西特点就是攻击特别弱 然后防守特别强 那这边下一个牌子炮 先拉扯一下 然后下一个皮卡 看能不能砍到对面的狐哥 好的先砍对面狐哥是个好消息 那好把对面狐哥砍掉之后 解掉对面的皇家巨人就非常快了 然后正好现在是一个满血皮卡 可以继续反打一波 直接矿工绕后打后面 然后现在我的毒药非常急啊 毒药非常急 但算了我的输出已经都被打完了 现在交毒药的话 感觉意义也不是非常大 还是先放火箱手稍微防守下去就行了 继续放中间 然后把这些个黄毛都给解掉 然后下去可以再下一个采集器 当你不知道下什么的时候 然后当你手上有个采集器的时候 就下一个采集器就可以了 好现在皮卡也有 然后矿工也有 但是这一波的话 好这边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这波的话还有些没有下 先皮卡已经是放好了 然后矿工出发 然后矿工出发 然后毒药放在两个建筑物的中间 然后他迷之下了一个黄毛 我这个毒药又瞬间爆炸啊 你这毒药输出不得了啊 直接又是解掉他一个五费 让这边拉一下仇恨 他应该是没费的 只是也是一个裸的皇家巨 再下一个皮卡又可以无伤的解掉这个皇家巨 然后后面是跟狐哥 问题并不是特别大 我这波消耗并不是非常多 好的 那这个狐哥的话 还要把我的长毛手要给解掉 然后下一个火枪 把他狐哥解掉 然后继续挖过去 还是老地方 他又是下了一个采集器 不学乖啊 继续放一个毒药法术 又是全不好 他又是下了一个绿皮弓箭手 那他这里的话是有失误啊 这个皇家巨相当于也是送的 他这样子还得防我一波 这样子他左路直接是破了 还是有点着急了 而且是犯了两次同样的错误 他就知道我那边会放毒药 还是在那个位置放了一个绿皮 那这样子的话肯定是血亏 那我现在已经是有一塔优势了 我这边的话注意一下防守就没有什么问题 毒药的话可以不用在进攻当中 可以用在防守当中 毒药其实这张牌是可攻可守 防守也是非常厉害的 他现在皇家巨基本上打不进来 我这里可以放一发毒药了 好他黄毛给解了 我现在攻速塔血量还是比较安全的 还有300 然后比较回收砸一下 还剩190啊 没什么问题 好的那这局也是相对为轻松拿下 主要也是他刚刚左路有一个小失误啊 好的那现在的话进入我们今天视频的最后一场 然后在最后一场开始之前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方的一个黄石战争水友群 和我的一个线路微博甲 说大家也是比较喜欢黄石战争的话 可以加入下我的水友群 好那我们最后的话遇到的是个9G选手2757倍 底线下一个狐哥 我现在还在找采集器和火僵手 但是我都没有找到 只能先随便送个矿工送过去 好他是有这个带盾骷髅的 持盾骷髅 那我这边先下一个皮卡把他胡哥给解了 好他右路是下猪了 赶紧拉扯一下 然后小天惦记 然后再下一个绿皮 因为我感觉这个排气泡防不太住 稍微得加个绿皮来加强攻击力 好的那这波换下来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反而还是有点小赚 好他是下了一个皮卡 那我这边得矿工稍微顶一波了 矿工的话有时候也不用思路一成不变 有时候也是可以做围肉盾来顶一顶的 那像刚刚的话我们是顶了一下皮卡 因为皮卡攻击力实在太高了 不能让他来砍我们的公主塔 那这两波下来我们防守的还算是比较好的 公主塔基本上没什么掉血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放下我们的采集器 所以说我们也一直没有机会打过去 对面的攻击真的是好频繁 一直不给我喘气的机会 我只能一味的防守 可以再下一个绿皮来加强点攻击力 估计要被砍一刀 那砍一刀还能接受 这里我们也不敢轻易的下采集器 5费下采集器绝对是个大技手 一般来说是要等到7费到8费再下个采集器才可以 因为假如说你5费下采集器你手上没费了 那就会非常的尴尬 好它是一个分路的弓箭手 原来你也带了大导弹 直接把我的采集器炮给轰了 好吧那我之后也不妨采集器了 我直接等双倍的时间展开进攻了 但他交了这个大导弹之后的话 手上费用是比较少的 我可以组织一波进攻 他就下了一个虎哥下了绿皮 然后我直接是一发毒药直接转翻了 把他下来防守的绿皮和带盾的库洛都给毒死了 这波转 这边手上有牌子炮好的 正好可以把猪给拉过来 猪可以无伤解掉 然后再在另外一边放一个绿皮 那这一波他打过来又没有打进来 继续我们矿工走起 前面点个皮卡看看皮卡能不能进去 我们毒药已经握在手上了 继续放一个毒药 把故具重施 就算我们皮卡一点都打不到 我们毒药还是可以造成200多点的伤害 对面的工作塔不知不觉 已经被我们耗到了只剩下1300血 对面又是下猪了 我正好可以拉一下火枪手解 这个猪基本上可以打一个无伤 然后右边的话放一个长毛手 然后是吸引点攻击力 对面过来两个狐哥 并没有什么卵用 矿工继续挖过去 手上继续有毒药 然后毒药堵起来 对面第三次 第三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每次这样打到都亏费 他直接是前面点个皮卡 我前面点一个火枪手 皮卡稍微拉一下 然后排击炮稍微拉一下 这一波基本上要被砍一刀 因为这排击炮位置拉不是特别好 不过问题还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每次我的进攻 我都是一个赚费的 继续毒药走起 那估计在这样耗个两波的话 对面的血量就差不多了 现在对面的话只剩下800多点血了 公主塔 这边加能炮拉一下 可是 对面的猪好像是被对面的骷髅稍微卡了一下 所以说我们加能炮没有拉到这只猪 那这下有点危险了 我们只剩下450了 对面一发大导弹不会直接炸死吧 我了个气 我还剩下两血 那我现在这波过去的好像可以 极限翻盘 我的天 那这把的话赢的有点惊险啊 是一个两血翻盘加三四分 好的 那么今天第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拜拜